大家早安 我以為今天 我沒想到有這麼多IT界的人 我主要是教授和校長 你們好 好 很多人都沒來過數碼港 數碼港是一個什麼地方呢 是一個開放的社區 一個創意社區 歡迎大家來到這裡 其實我們除了數碼港推動IT的業界之餘 其實我們可以分享一下 我們在教育界有什麼支持 我告訴你 剛才局長也說了 assess data anywhere 在anytime 是很重要的 數碼港其中一個 很早期已經有open wifi 如果你手上有個 smartphone anytime 一個open wifi是free的 很多的 access point 其實除了場地的贊助 或者你的lunch 贊助 其實有什麼目的呢 我們不只是給你一個地方 希望很多NGO 或者沒有那麼多resources的organization 可以有一個很美麗的環境 可以get together 可以有一個knowledge的sharing 那也是one of our support 今次的meeting 其實數碼港有些在education 或者中小學裡面有些做過什麼 除了大學 給你們一點點想 其實我們有很多community的 我記得我不是老師 我很少接觸education 但是有些學校來到的時候 我有些talk 給他們分享 有一次帶隊的teacher go back to our director 他第一次來 天水圍第一次來到數碼港 I cannot imagine 他聽完之後 他回去有些什麼獨後感 然後告訴老師 他就說 really eye open 這裡有這麼多的東西 他都希望將來 在IT的subject裡面 可以go into 到大學的時候 這裡是一個很encouraging的東西 我們都鼓勵所有的老師 校長 我想有一科叫做課外 activities 都歡迎你們來參觀數碼港 During this visit 裡面 我們會預備到很多talk 或者一些這裡的公司裡面的分享 我試過帶小朋友上眉宴裡面 看到真實的公司 是他們的運作 或者他們的設施 是對他們挺有得著的 Later on 我的partner會說一說 我們有個MEC的opening 其中很多的東西 可以支持到你們的業界 過往裡面很快 一分鐘就說一說 我們搞很多的比賽 在一個science fair 在這裡 其中一個我們接下來就搞一個 香港 Youth 3D Animation Competition 我們已經搞了幾年了 挺棒的 不是每個人都是academic 不是每個人都是狀元 有些人在animation 或者creativity裡面 是很有ability的 我記得有一個Streak Streak 中文忘記了 Selica 那個animation的影片 其中一個導語原來是許承毅 許承毅是什麼 是一個香港仔 他是polyu畢業的 很多人原來 真的不是academic 但他有很多別的天分 我們也在這方面鼓勵 那些小朋友有創作的 剛才剛才說得對 其實不是每個學校 都有這麼多facility 這麼多東西 我們有cloud computing for her rendering 讓一些設施沒那麼好的學校 這些同學可以將她的作品 因為每一格一格的process 是很久的 可能在學校搞十幾個小時 用cloud platform這個平台 可以來到這裡 我們支持到她 可以做她的 rendering 可能幾個小時搞定了 有這樣的比賽 還有一個就是 我們今年第一次教的 同學生一代 就是Science Technology Invention Fair 星之志那時 陳奕熙 就是那個時代 毛頭出來的 有一次我見過 一個小朋友發明 他發明一個鎖 只是小學生來的 一個鎖 他那個 Yale 賣一個Lock 他真的賣了一個IP 給那個公司 公司幫他買了 有十萬元 他把這十萬元捐給學校 就是很驚訝 很鼓勵 那個Innovation 在很年輕的開始 那個Age的時候開始有 那麼 Sorry 那麼 好了 有一個International Science Fair 我們會在年底去搞的 去年我們第一次搞 有成二十多個國家 有些真的沒聽過 例如Albania Luxenburg 很多不同的人 Mexico Russia 他們都是年輕的中學生 他們有一個發明的 挺有趣的 我鄰近這裡的學校 都用來參與一個交流 但很可惜我要用英文 一般這裡的 很多個International School 他們就容易交流 可以上我們的網站 遲些給你們更多資料 那麼 我還有一個 接下來的 The Digital Game Development Competition 都是給學生的 那這個呢 今年是跟Games for Change 一個交流 那是一個什麼呢 一個美國的organization 他要打一個Games 其實有一個Purpose 不是在家裡蹲著打 那些 有些人發明了一些Games 可能是射了那些Cancer Cell 有些有的 生就在你的身體上 射射射射 或者給那些 Games 給那些老人ков 可能打傻瓜 因為他們的手不靈活 可能他就要打拒 ernst 其實會有一個Purpose so that's why it's a game for change 在數碼說 在業界之餘 在中小學裏面我們做了很多的比賽 也希望鼓勵學校去參與 或者上我們的網站看多一點 以下時間就跟Rion 說一說我們接下來一個很棒的MEC Rion 好了 謝謝Winnie 還有多謝Rion今天給我們一個機會和大家分享 剛才Winnie說了一系列在數碼說的很多比賽 活動 參觀 我們其中一個 接下來會有一個很重點 就是Mobility Experience Center 一個移動體驗中心 我們無線科技商會 希望跟Rion的電子學習聯盟和數碼說 將這個MEC打造成好像海洋公園一樣的景點 究竟這個景點有些什麼呢 不如我在這裡介紹一下 MEC其實是數碼說的一個Center 大概三千呎的地方 我們首先說一些悶的東西 為什麼我們要設置一個MEC 一個移動體驗中心呢 第一 在一個香港的層面 我們希望有一個地方展示到香港在無線科技上的成就 剛剛剛剛Erin一開始的時候就說 其實這個無線科技的普及 和深入生活 其實已經令到我們很多東西不同了 而香港成為一個這麼密集 和那個connectivity這麼高的地方 其實很多成就值得展示的 所以這是第一個在一個城市的層面 我們希望展示香港的成就 第二 就是對於公眾來說 我們希望公眾在一個地方 可以感受到 究竟無線科技的形容和我們生活有什麼關係 有什麼有趣的體驗 第三 在學生的角度來說 我們希望可以做多一些數碼共用 譬如說我自己有一些朋友 他們有一些小朋友一兩歲 他們會很自豪地說 阿B 你給他一部iPad 他懂得自己玩玩玩玩 大家可以想像到 有一些小朋友 可能他小小的開始 和爸爸媽媽玩iPhone iPad 他對於上網 或者是用一些電子學習的器材 一點都不陌生 但可能一些基層的小朋友 他很大個才有這種的exposure 但來到我們這個MEC 就是沒有任何的甲額 所有小朋友 無論是基層的 或者是家裡比較wild off的 他們在一個同等 同樣的地方 可以去體驗不同的電子產品 在學習上幫到他們什麼 你可以說 Apple Shop也有 但Apple始終都是一個 商業機構 它是賣產品的 但在我們MEC不單有蘋果的產品 可能有微軟的產品 可能有三星的產品等等 最後我們對於學生來講 未必有這麼大的relevance 但我們希望在這個中心 對於一些start up 一些創業家 一些年輕的企業家 他們可以在這裡展示 他們一些做得很成功的product 然後讓我講一下 這個MEC裡面的內容是什麼 我們將整個MEC 分開了五個地區 有五個地區 第一個地區叫做e-learning area 在這裡我們可以排到 30-35張椅子 有projector和screen 學校的同學來到這裡 其實有一個小小的lecture 可以在這裡做的 除了e-learning area之外 我們有一個叫visual and game的地區 是不是打遊戲那麼簡單 也不是那麼簡單 我們買了一部一米那麼高的iPhone 大家可以想像 如果你的iPhone有一米那麼大 有什麼可以玩呢 我們就可以在這個game store 用這麼大的iPhone 去體驗一下 在上面玩candy crush 是怎樣刺激的一回事 對吧 第三個 Audio Zone 我想跟我差不多年紀的朋友 可能都經歷過在HMV裡聽CD 就是你戴著一個headset 接著你選擇CD聽 但是HMV現在都說要破產 但是在我們這個Audio Zone做什麼呢 就是你進來我們這裡 我們會放了幾部的平板電腦 你只要是玩了一部平板電腦 立刻可以有一些music wireless的可以讓你聽到 不需要戴耳機 沒有電腦 我們這個Audio Zone 我們和其中一個香港公司 Solitan合作的 第四個就是Lifestyle Zone 這個就是用到Apple Shop的一些概念 就是我們有一些好像包桌一樣 放了一些平板電腦 那些學生來到這裡 他們可以很隨便 可以用這些tablet上面 有很多不同的應用 最後一個叫Made in Hong Kong的Zone 這個就是我們會將一些在香港 譬如在本地或者國際上 拿到獎的一些mobile application 就是在這裡show case 有些像TDC有一個小小的Hong Kong Gallery 一些Made in Hong Kong 香港製造成功的科技產品 其實可能對於小孩子來說 他小時候可以感覺到 原來這個product是香港人責名的 可能可以激發到他將來在科技創新 或者是創業方面的一些興趣 我自己就不是一個e-learning的專家 所以我為了準備這個presentation 就遭受了一些功課 那什麼是e-learning 我這個很簡單 所謂e-learning 第一一定要是可以online的 Electronic的可以上網的 而最重要就是可以提升到 小朋友的initiative 就像剛才吳局長這樣說 小朋友是彈一下彈一下 自己進來自己懂得去玩那些東西 所以他們很容易可以access到information 可以是同學和同學之間 或者同學和老師之間 甚至乎同學和外面的世界 是有多一些的活動 那為什麼在這個數碼港的MEC 我們希望將它打造成一個 所有學校參加的科學活動或者景點 為什麼你們要來MEC呢 有幾個原因 第一 這是一個獨一無二的地方 就是在香港 我們做這個proposal的時候 就是找數碼港贊助 在這個MEC 我們做過一些research的 我們發覺在整個亞太區 沒有一個叫做non-profit making 而又是public的地方 可以展示一些mobility的產品 所以這是一個獨一無二的地方 第二來到這裡 我們會提供tablet給學生 所以他們可以在這個位置 他們不需要家裡自己有tablet 他們也可以在這裡嘗試用tablet 去做電子學習或參加一些活動 第三 因為我們剛才說了 我們有些香港得獎的產品 所以他們很快就會在這裡嘗試 就會舉行一個盛大的grant opening 在這個grant opening上面 我們就會將MEC裡面的鬆 就會展示出來 譬如當中有些什麼 譬如說 不好意思 剛才我們提到MEC裡面有很多不同的games 我們會在這個opening裡面 都會有一些booth 給朋友去試 譬如說我們有一個card games 即是matching card games 我們就不是普通的一個app 而是我們會排了40部的iPad出來 然後你會利用iPad去畫一些card games 在這個4月20日和21日的參觀活動 都很歡迎大家記錄下這個日子 還有可以找我或者Winnie 安排到時怎樣帶小朋友過來參觀 而最後最後 各位可以拍下這張照片 或者抄下這個聯絡方法 如果將來我們MEC啟用了之後 你們想帶一些學生過來參觀的話 歡迎和我們聯絡 我要分享的就是這麼多 謝謝各位 特別多謝Liona和Winnie 今天多謝他們請吃午餐 所以先多謝 確實是的 因為Sypire是一個很Cyber的地方 所以我想那個learning 其實也是一個好的機會 尤其是我們說到 其實不只是資訊科技化 而是日常生活裡面使用資訊科技 這是很重要的方向 所以剛才說到4月20日 其實2月21日會有一個launch的party 就會是一個Center launch 其中一件事我們會在這裏做的 就會是Cose World of Saraport 和他們WTIA 即是MEC的Center 其實就是我們會開始 發展一些的Course work 可能是一個OLE 就是Under Learning Experience 可能大家就好像 可以預約去海洋公園一樣 就可以來這裡參觀 還有我們可能有一個Orientation的東西 你可以到處玩 拿著一些機器去… 剛才那個Center只是Biving Room而已 Biving Room就是可以玩的 另外我們也開始跟這裡的很多的Tenant 不同的大公司也在聊 就是可能去玩到不同的東西的時候 就可能去參觀到不同的公司 公司也可能有機會讓小朋友開眼界 就是原來有一間世界級的公司 例如Microsoft 例如CSL 不同的公司在這個方向上 可以做些什麼呢 也有一個挺好的Other Learning Experience 今天我們也看到有幾個老師來了 其實我們開始在開展這個Course work 做一個OLE式的東西 將來使用都可能是一個 Greelible Common去處理 所以多謝大家這個方向